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失之深冬冷风呼啸而过 在马路旁的一间新十面店内,一对男女周谦和新小月分手了 没有呼天枪地的哭声,也没有你死我活的对骂声 就只是这样平淡和平的像没事发生过一样 结束了这段只维持了一年半的爱情 谦是一名任职于国立大医院的医生 有从医的理想目标凡是一丝不拘 小月是一间小型公关公司的主理人 是个时代职业女性在上海这个净激烈的世界里 两个人都各自为着自己的工作和理想而努力 分手后二人各不相干,也再不相见虽然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 却有若天涯冬去春来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傅深梦是存年过八十日子过得富足 但他的家人想在他余下的有限时间里 让他过一次精彩的生日 梦的管家兼得力助手马石法 立即按理召集各大公关公司 为梦安排一次别出心裁的惊喜生日会 其中有份镜头的就是小月小月接到这单大生意 当然拼尽所有甚至不惜借钱来预备这次镜头 而另一方面 马石法一顾及梦老先生年事已高 身体状况未必一定能抵受过大刺激性的活动 因而一找来医生周谦作为评估 终于来到提交建议书的当日 小月信心满怀心想一定马到功成 怎料却在现场见到千千 更因为自身专业的立场 认为活动有机会影响梦老先生的身体 而否决了小月的建议 就情人多月不见一见却是水火不容 在重遇小月后 千的情绪开始变化 也回想当天为什么一起 为什么会分手 经过的所有地方 也好像看到小月的幻象 一阵无法言喻的失落涌上心头 另一方面 小月在建马石法 马石法向小月说出 仍有机会搞梦老先生的生日会 小月异常开心 但马却说出 若小月再有什么新的点子想了出来 一定要找千做评估 以让梦宅安心 千接到小月的电话兴奋不已 却原来是小月找千 来为派对节目内容做评估 小月的设计浪漫而有创意 令千很是惊讶 千更发觉与小月过往的恋爱中 也好像从未感受过如此浪漫的情景 虽然已不是情侣身份了 却有机会遇上 千心里生出些微变化 但小月却只是一心向着工作 叫千看完后要尽快写出报告后便离去 经过此次千心情一直无法平复 当天是自己提出了分手 今天却又在蒙起了感觉 千决定不理任由事情发生下去 之后接连几天 小月都找千出来是他的新设计 全都是浪漫而精彩的节目 不单是千连小月也开始感受到一些奇异的感觉 千遇上了孟老爷 更得知原来孟老爷有一个多年的心结 若能解决这件事会是他觉得最快乐的事 千想把此事说给小月知道 于是转告马石法 不久后小月接到马石法电话 马石法把孟老爷的生日愿望告知小月 小月开心不已更感激马石法的帮忙 但此时马石法却告知小月 一切事情也是千告知的小月当时呆住 孟老先生的生日快到却在此时收到一个惊人噩耗 孟先生竟然在昨天突然心脏病发去世了 喜事顿变成了白事一阵阴霾趋之不散 千决定要把小月追回来 但小月却再出了一个难题给千 要千在限定时间内找到自己 千疲于奔命的四处找小月 找遍了二人曾经到过的所有地方 但仍是找不着 但千仍是绝不放弃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akk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